土星5号从发动机点火到完全脱离发射塔 大约需要12秒钟的时间 在此之前 它会这样一直立在这个可以移动的发射台上 挺长时间的 但问题就来了 它是怎么立在这个上面的 是像我的这个模型一样 靠这五台发动机把整个火箭给顶起来吗 当然不是 否则发动机早就废了 要知道家住满燃料的土星5号 可以重达2900吨左右 所以它靠什么呢 靠这四个支撑架和夹具的混合体 它们会顶在土星5号第一级底部 一个由铸造铝制成的推力结构上 但它这一结构本身就占了第一级空重的大约10% 所以你看这五台F1发动机一直就是悬空的 然后当发动机点火支撑架就变成了夹具 由于每一台都预先加载了350吨的力量 所以它们会在一开始 发动机还没有达到全推力的时候 限制火箭的移动 直到计算机确认所有的发动机都工作正常了 才会启动爆炸螺串释放家具 放火箭起飞 相当壮观 当然我的全3D打印的土星5号也很壮观 想跟它来一次亲密接触吗 南京的朋友们有福了 在端午假期的三天里面 我都会在新街口中央商场2号门外的广场上 参加一场创意试集 咱们的摊位名称就叫做火箭书的世界 欢迎大家来玩哦 来的朋友们都有神秘礼物给你们准备好了 当然外地的朋友也不用遗憾 我会来几场直播让你逛逛云上市集 咱们不见不散哦